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杨子拍广告状态超好,穿扮永久一字领袖天鹅景,新发型很合适。 杨子这几年因为作品出圈,人气和商业价值一直在稳定上升,事业顺利地他越来越有明星范。 由于杨子的形象和路人口碑都比较好,所以他手里拿到了很多商业代言,为品牌拍广告也是家常便饭,每一次都有新的惊喜。 14号杨子晒出自己最新拍摄的宣传片段,看得出他目前状态超好。 虽然杨子的性格比较活泼外向,但内心还是一个很纯粹的小姑娘,驾驭甜美风完全没问题。 品牌方把背景板做成非常浪漫的鲜花环绕场景,杨子还是选择穿一字领礼服出镜,即使被说很多次是半永久打扮, 但不可否认的是杨子的确通过一字领长裙展示了自己的外在优点,天鹅景很优越。 演艺圈很多女明星的粉丝都会夸自家偶像有多么上镜,杨子当然也不例外, 她的颜值是经过很多近景考验的,电视剧里的特写镜头也能撑住,美貌再现。 另外特别给杨子加分的就是她的肩颈线,不管是日常拍摄还是走红毯, 只要大方秀出脖子,杨子的个人气场都很强,不用P图就已经很让人羡慕了。 宣传片临近结尾的部分,杨子换了一个造型再次出镜,新发型获得网友一致好评, 大家都说很适合她。 要知道杨子除了礼服款式单一,连丸子头也是没怎么变化过,工作室已经被吐槽很多次。 但这回她们给杨子接了长发,梳成低马尾用大蝴蝶结做装饰,整个人一下就柔美很多,有知性气质了。 都说红气养人,杨子就是这样吧,随着代表作的增加,还有平时在综艺里的精彩表现,杨子的实力已经备受认可。 再加上她现在也努力提升自己的时尚感,全方位变优秀的小猴子更加有魅力了。 都说红气养人,杨子就是这样吧,随着代表作的增加,还有平时在综艺里的精彩表现,杨子的实力已经备受认可。 再加上她现在也努力提升自己的时尚感,全方位变优秀的小猴子更加有魅力了。 近些日子,影视剧行业变数不断,先是罗进,邓伦主演的风神演艺毫无征兆的下线,连大结局都没有,张新成主演的大宋少年至零宣传播出。 这还不够,为播鲜火的古装剧《九州飘渺路》,在开播前半小时撤档,一时间掀起了网络热议,近日,又有多部影视剧改名江波。 杨子饰演女主童年,是个活泼软萌的罗力歌姬,计算机鬼才,偶遇含伤颜并对她一见钟情,开启了疯狂的倒追模式。 杨子演技颜值齐飞,之前演绎的紧密,邱盈盈都是较为软萌的角色,为此,杨子还特意减肥,所以该角色必然轻松驾驭,看爆出的剧照,杨子现代造型极美。 这部剧有两大男神,一位是李线,他在剧中饰演男主韩商严,是个高冷的电竞大神,后来被软萌可爱的童年打动,两人开启了甜蜜之旅,李线的颜值算不上超级俊美,但总体还是不错的,最重要演技出色,当年在和神有着出色表现。 另一位就是胡一天,众所周知,胡一天凭借小美好的江辰走红,是妥妥的校园男神,此次在剧中饰演吴白,不仅是计算机天才,也是一位电竞大神。 今年胡一天还有代播剧,绝代双胶青春须早味等,如今在剧中携手李线,杨子,可谓万分期待了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,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,充满活力。